首先弗利5周年混沌期间完成肉马 就跟免费后的人气旅游以及追封他们的飞行先驱皮肤 应该是A级的 宝哥想过这角色很难出皮肤 但是没想到会这么抽象 那只是用那个皮肤之后真的更像蝙蝠了 弗利周年期间完成那个周年问题 就跟免费后的国王阶队的先贤之冠皮肤 以及人气旅游等等 说实话宝哥感觉那像非洲大美国王 应该也是A皮吧 弗利斯就每年都有的SP陷免活动 每天都有对猫鼠的皮肤陷免 弗利是周年期混沌期间全角色献免刹尔王 加角色伴奖 还有烟火大会周年期间参与活动 可以获得周年纪念称号 这个就应该不算弗利吧 就是这个算吗 弗利还没结束还有7个 第一是周日游客免费后的追封他们 这个果然是免费送的 第二是会员买一正一火动 第三经典魔镜抽SPS 必定会抽中选中的皮肤的 第四是天梯不掉分火动 第五参与周年期打开 可以获得星星和周年年的头像框奖利 第六是完成挑战可以领取9颗星星 第七是登陆就会获得惊奇人气流 以前的周年期福利宝都忘了 就只记得都有新角色以及半层的AP可以免费里 印象最成熟的20周年可以领取音乐家的SP 不知道大家觉得和以往相比 5周年的福利究竟如何呢 然后就是猫鼠周年的游戏更新内容了 猫鼠广场又更新了 那这是人在广场里看到其他玩家为周年期投稿的作品 那就是说能在游戏里看到宝哥发的视频 这么理解对不对 还可以体验追封他们的传奇经历 就是说可以体验一下动画的剧情哦 挺期待的 最后就是会出哪个新皮肤 一个是土豆的爱神之吻 这是典藏皮肤 那宝哥估计们不是SP 就是比SP更高级的皮肤 画分都不一样 油画的好看 那缺点没想就很贵了 还有根本就是米可的SP 这米可都出多少个SP了 这就是猫鼠亲儿子了 OK啊 这就是猫鼠五中亲的福利更新内容了 不知道大家如何呢 可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相反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的话记得点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